他就突然講說 我可以叫你媽媽嗎 然後我也當下想都沒想 我就喔喔好啊 他就寫卡片給你聽我 然後他就說 他就反而反過來來安慰你 然後我就真的很感動 那時候真的痛哭流涕 就覺得說 那個小孩已經大到 他可以來安慰我了 劉子軒貼心軟舉大公開 後母照小喬被感動到痛哭流涕 我覺得這也蠻好的就是 媽如果需要什麼的話 媽如果沒有說我 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 看媽怎麼去整理 為什麼要整理這幾身媽呢 謝謝你啊 謝謝 趙小喬在2016年 和大他12歲的劉亮左結婚 一起撫養當時只有小一的劉子軒 總是被妓子稱呼小喬的他 日前被改口叫媽 讓趙小喬驚喜又欣慰 那是一個非常 樸實的 就沒有大家想的有開濾鏡的那一種 因為在家裡面忙帶小孩 所以就是寶寶在哭 然後我在弄奶 那邊都忙西忙都忙西忙 然後犬犬突然在後面說 欸 我已經是想跟你說欸 我就啊 喔 然後繼續忙忙忙 然後他就突然講說 我可以叫你媽媽嗎 然後我也當下想都沒想 我就喔好啊 但是我覺得比較深的感覺是之後 就是我發現真的十幾年來沒有被叫媽 他每次都要欸媽媽媽 叫三聲我才會有反應 最特別的禮物其實是有一次他去逛街 然後他就問我說欸這雙鞋怎麼樣 因為他去逛街都問我的意見 那有一天他就傳了一雙鞋給我 他說可以買嗎 然後我說多少錢 然後我說990還是什麼 反正就我覺得OK啦 就說喔好啊 就你知道他帶回來兩雙 一雙是我的一雙是他的 就我們兩邊有兩個鞋子 對那一次是我最surprise的 很感動的一次就我也有拍影片 就是前兩天 其實是因為我試管剛剛失敗 他就寫卡片給我 然後他就說 他就反而反過來來安慰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真的很感動 那時候真的很痛哭流涕 就覺得說 哇那個小孩已經大到 他可以來安慰我了 那場面的槍位還是小喬 嗯小喬媽咪好像是 子泉真是名副妻師的小暖男呢 在電影處女座 無聲裡也演好人的他 最近有插花忍今天的周楚楚三害 媽媽可有關心 最近是不是有去看 男女的電影 喔對 有沒有給他送走一回 哈哈哈哈 我覺得 對不起喔 媽媽看人都不一樣 對因為 犬犬他就是 眼睛圓 鼻子圓 嘴巴圓 臉圓圓 耳朵也圓圓 你看那個小天的臉 只有這樣 然後李仁哥的臉 只有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兒子很吃虧 所以我就一直逼他減肥 喔謝謝